感谢主 今天是父亲节 特别的节期 父亲节意味着就是要感恩 纪念我们的父亲 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养育 对我们的祝福 以及对我们的陪伴 那今天呢我们就让青少年 包括孩子们就和大人坐在一起 为什么要坐在一起呢 就是一起来体会 一起来经验天父的爱 那当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见证 就是一个爱的见证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节期的时候 那我就想 这个礼拜天要和弟兄姐妹 分享什么样的信息呢 其实老早就有一个感动 在我的里边 那父亲节就意味着说 儿子与父亲 或者说是两代人之间 这个爱的互动 爱的见证 要成为一个什么呢 祝福 这个祝福是一个累带的祝福 那我想透过圣经 你来看看 这个两代人要在爱里边同行 是多么的祝福 不在同行的里边 其实是多么的受亏损 我们知道圣经里边 在旧约有39卷 圣经 最后一卷书叫什么 马拉基书 弟兄姐妹 马拉基的名字 希伯来的意思就是 他是神的使者 他是神的使者 他奉猜前对当时的 伊斯列人来说话 来传递信息 来代表天父 把神心目当中的呼吁 提醒 责备和爱 带给当时的伊斯列人 我再问一下弟兄姐妹 马拉基书有几章 有四章 四章里边的最后两节经文是什么 你手里边都有 有周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两处圣经 你可以读中文 也可以读英文 我们一起来读 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畏道之先 我必猜前先知伊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在旧约三十九卷书里边的 最后一卷书 最后两句话 最后一句是什么呢 免得我来什么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免得我来的时候 你落在亏损里边 落在咒诅的里边 当神借助先知 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有多少年 没有再对人说话 四百年 就是说 从马拉基书到 施许约翰兴起 施许约翰来 为耶稣来做见证 到耶稣基督降生 中间有四百年的时间 神不再对人来说话 这一段时间 被称为先知的沉默期 就是不跟你说话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做父亲的 你不想跟孩子说话 的是在什么时候 高兴的时候 还是在心里面难过 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说 我们的父母 不愿意给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是高兴的时候 他还是生气的时候 他还是心里面难过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呢 不满的时候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但是呢 神没有停止在这里 而是在新约的时候 圣经里面怎么说 我必猜浅伊利亚 到你们中间 他要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 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接纳 咒诅遍地 神知道 若是父亲的心 不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 不转向父亲 这个是一个亏损 这个是一个咒诅 这个是该有的福分 这样 你失去了 所以神一方面 警告伊斯列人 一方面提醒伊斯列人 一方面呢 又给他们预备一条 爱的出路 和蒙府的出路 请看来弟兄姐妹 我们再思想一下 在这四百年 神借着先知 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在这四百年 就是施许约翰妹来之前 这四百年 这四百年 伊斯列人 有没有献祭 有没有献祭 继续献祭 有没有到圣殿里面 敬拜 有继续在圣殿里 圣拜 有没有生儿养女 有 但是你会发现 这四百年 照样献祭 照样生活 照样敬拜 照样在圣殿里面 但是神却这样 不搭理他们 不给他们说话 弟兄姐妹 这是咒诅 还是祝福 这是亏损 还是祝福 你会发现 当人没有神的时候 人没有神话的时候 能不能生活 能不能生活 照样生活 但是却失去 属灵上的 从神而来的 该有的祝福 弟兄姐妹 那个四百年的 先知 沉默期如此 今天 依然是如此 你没有神 没有神的话 不住在基督的里面 你照样生活 你可能觉得 比做基督徒 还要更来得爽 更来得舒服 没有神的话 照样可以 我照样可以 做很多的事情 没错 但是 你在属灵上 你是蒙咒诅的 你失去 你该有的 属灵的福分 就像当时 伊斯列人 就是这个 四百年的 先知沉默期一样 弟兄姐妹 我为了要帮助 大家能够 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看 当时 伊斯列人的背景 当时 这个 马拉基先知 被兴起的时候 大约是 祖前的四百二十五年 也就是说 伊斯列人 被鲁已经归回了 在归回之后 圣殿也建起来了 但是到圣殿 建起来之后呢 伊斯列人 并没有让 那个复兴持续 而是逐渐逐渐的 在信仰上 在生活上 慢慢的冷淡 甚至是这样 远离神 不但百姓如此 就能在神殿里面 侍奉的祭司 对神的律法 对神的要求 也逐渐产生到 这样 松懈 以至于偏离正路 这是当时的 就是 马拉基时代的时候 的一些的光景 我们再透过 马拉基书 我们看当时的 一些的光景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真的简单的 就是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信仰的方面 一个从生活的方面 为了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快速的 就是了解 当时的时代的背景 或者是 马拉基书里边的 一些的 信息 那我就做了一个表格 那就是 透过这个对话 你就看到 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 在信仰方面 他们不纪念 并且忘却神的爱 你看 圣经里面 耶和华神怎么说 他说 我曾爱你们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曾爱你们 以色列人就怎么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这个对话 你有没有点 大家 有没有点 感觉有点熟悉啊 有没有感觉有点熟悉 你对你孩子说 我爱你 你在哪里爱我呢 你爱我什么呢 耶和华说 我爱亚格 恨一嫂 并且这样 拆毁了一东地 亚格不是投生的 神却这样 拣选他 赐他 就是 作为长子的 这样的一个名分 而且这样 成为地上 就是 一个 基督要在他的后裔 而降生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 一个 人 一个家 一个族 一个国 所以呢 就是在 一嫂 和亚格的里边 神拣选了亚格 所以以色列人呢 就把这个 怎样 给忘 你看第二个对话 是藐视神 亵渎神 耶和华神对祭祀 这是对在圣殿的祭祀说 耶和华说 藐视我名的祭祀啊 父亲 尊敬儿子 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人 在哪里呢 你知道 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被称为 就是圣洁的 祭祀 成为神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其实这些都包含了 一个什么呢 祭祀 国度 子民 都是在 神在表达说 你们是我的宝贝 是我所爱的 但是神 在这里 却问祭祀说 藐视我名的祭祀啊 父亲 尊敬儿子 我既为父亲 尊敬 我的人 在哪里 祭祀说 我们在何事上 藐视你的名呢 我们没有啊 你怎么能说 我藐视你的名呢 后来 耶和华神怎么说 他说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后边我就不讲了 比如说 瘸腿的 瞎眼的 残忌的 你们不要的 你们给官长 官长都不喜悦的 你们拿了怎样 给我 献祭给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神眼中 他说 这就是什么 藐视 祭祀说 那我们又在何事上 来 就是 误会你呢 耶和华神说 你们将残忌的 瘸腿的有病呢 拿来 献为祭物 有没有献祭 有 但是你献的祭祀是什么呢 是 是好的 你不要的 你要丢的 在我刚开始 出来服侍的时候 我去过一间教会 我到那个教会之后呢 就是 弟兄姐妹就很热情 其中那个教会的负责人 跟我讲 张老师啊 哎呀 我们这个 弟兄姐妹多有爱心 他说你看 你坐那个椅子 那不是椅子 是一条沙发 三个人的沙发 这就是我们教会 那个爱主的姐妹奉献的 你知道吗 他们搬家 他们觉得呢 这个沙发是挺好的 还是真皮的 有了呢 太可惜了 他就送到教会来了 哎呀 感谢主 这个沙发 我们坐了几年了 你知道他这样一说 我往后面一靠 我的手往一边一搭 那个沙发烂了一个破洞 我的拳头都能塞进去 然后呢 在那个沙发上 造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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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布 漂亮的布 弟兄姐妹 这个教会 如此被 这个负责人 被弟兄姐妹 所称赞的爱主的 弟兄姐妹 就把家里边 装修 不要的沙发 送到教会里边 说 让教会再继续使用吧 而且是 爱主的见证 当我们 敬拜 神的时候 当我们 侍奉神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是对神的一个施舍 也不是看在 谁的份上 神的面子上 是我们对神的 敬拜 我们对神的 敬畏 祂是我们的焦点 祂是我们的 对象 唯有祂 才配得 我们摆上最好的 除祂之外 谁都不配得 但是 先知 神借助先知 就 指责 当时的祭司 藐视他 第三个 在信仰方面 约华神说 人岂可 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 我的什么 供物 这是对民众说的 民众说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 贡物呢 亚华说 就是你们在 当大的 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 贡物上 你们怎样 夺取了什么 我的贡物 什么叫做 夺取 什么叫 夺取 我看 红星的 那个领带 挺好 我就给他 抢过来 我要要 他说 这是我的 那我不管 反正是我喜欢 我就要拿过来 这个叫做夺取 就是不在 感恩的里边 反而是什么呢 就是 在一个 抱怨的里边 所以在这里 耶和华神说 就是你们在 当大的 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 共物上 我想和弟兄姐妹 一起来读一下 三章 十节 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万君子 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 当大的 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实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 天上的窗户 兇富于你 甚至 无处可容 万君子 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 斥着蝗虫 不容它 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 在味虫之前 也不掉果子 万君子 耶和华说 万国 必称你们为有福 因为你们的地 必称为喜乐之地 弟兄姐妹 单从信仰上 你会看到 不纪念神的爱 忘却了神的爱 藐视神 亵渎神 夺取神的供物 这是以色列人 在信仰方面的 一些的 就是 生活 信仰方面的 一些的状况 但是在这里 神却告诉他们 一个 转机 或者是 扭转局面的 一个路 你怎样 才能够从这个 被咒诅不蒙福之路 出来呢 那就是将当纳的 当归给神的 来归给神 这是神给 以色列人预备的 蒙福的路 一起扭转局面的 一个什么呢 权柄 权力 这个权力是什么呢 就是将当纳的 当归给神的 来归给神 那如果你看到 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在过去的时候 你也听过 马拉基书第三章 十节 包括十二节 这段经文 大家的焦点 可能都专注在 是否是十分之一 是物质的层面 其实 这里更深的是 在讲什么呢 关乎敬拜的事 关乎什么呢 让主 居守卫 把主当作主的 这种属灵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让我们看见什么呢 让我们看见 就是说 奉献 它不是一个施舍 它是一个什么呢 敬拜 敬拜是什么呢 敬拜就是说 它是配得的 它是当得的 我来怎样 归给它 这是讲到 它与神之间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光景 这个光景 其实不是物质的多少 而是他们的心 怎样 在借着 外在的奉献 外在的 献祭 其实在表达 他们的心怎样 已经远离了神 这是他们在 就是 信仰方面的 那所以呢 当一谈到奉献的时候 我想再多分享一点 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第一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里 保罗提到一个活祭 你们要成为活祭 活祭是什么意思 其实活祭就是 你的那个权利 你的所属 是属神的 换句话说 你这个人 我这个人 要活在神的话语里 要活在神的权柄下 活在神的同在中 活在神的引导中 我活在基督的里边 这个叫做活祭 这个活祭 其实也是 与神同行的见证 上周 在这里分享 在生儿养女中 与神怎样 同行 在生儿养女中 与神同行 就是在生活中 你要与神同行 那在生儿养女中 谁与神同行呢 是谁 我们 但是第一个榜样 是谁 是一诺 你知道一诺的 希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当献的 或者献身的 是奉献的 是把主权交给主的 让主来引导的 一诺就是在旧约 当中与神同行的活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不把主权交给主 不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不活在他的同在当中 你就无法与神同行 今天你们都开车来 如果你是坐在副驾驶 你把方向门交给了主驾 或者是你的配偶 或者是你家里人 然后呢 你在旁边说 加油门 刹车 左转 右转 快一点 慢一点 你不要这样 你要那样 请问 开车的人会怎么样 听到路边 说你下去 你自己走吧 我不要与你同行 好不好 对不对 我不要与你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这样 把我们人生的方向盘 我们人生的度 交给主 然后我们对主说 主啊快一点 主啊慢一点 主啊左一点 主啊右一点 主啊加点油门 主啊踩点刹车 总之是什么呢 方向盘在你的手中 你要照走我的心意 来开 这个不叫做与神同行 弟兄姐妹 活迹就是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中 主啊 你的引导 我就跟随 当这样的活迹 当这样的生命的见证 就是当这样与神同行的生活 保罗称之为是什么呢 保罗称之为是 现身的 委身的 奉献的 这个叫做活迹 这个活迹 是我们当纳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事奉 也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姐妹 在敬拜当中 我们的心 不是停留在十一奉献上 而是超越十一奉献 在旧约的时候 十分之一是当纳的 归给神 在新约的时候 你这个人要成为活迹 神看中的 不是你的十分之一 神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Amen 这是在信仰方面 在生活方面 我也快快的 首先在家庭婚姻上 神就责备 以色列人 就是你们以诡诈和强暴 带你的妻子 或者说是你的丈夫 或者是你的配偶 耶和华神怎么说 你们若不听从 也不放在心上 不归荣耀给我的名 福分就会变成什么 咒诅 就是当我们不听 不信 不敬畏神 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的福分 就会变为咒诅 就会成为我们的亏损 那先知 那先知就 对以色列人说 说 耶和华不再看顾 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 收纳什么 供物 就像我刚才讲 四百年的时间 神不再对他们说话 他们仍然献祭 但是呢 神不冤 就是若是我们的侍奉 神不冤 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亏损 那 众人就问说 这是为什么呢 神不怨纳我们的奉献 不怨纳我们的侍奉 为什么呢 先知说 因为你们以诡诈和强暴 这样带你们的妻子 就是使你的家 失去了什么呢 爱的见证 不是以诚实和慈爱 来带你的配偶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提醒 圣经里当中 也提到在登山宝序里面说 他说 若是你想到你的弟兄 向你还怨的时候 还恨的时候 你要赶紧怎样 放下什么 祭物 赶紧与他怎样 和好 当你遇到和好的时候 你的奉献 你的敬拜 你的祷告怎样 才能够怎样 蒙怨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夫妻两个吵完架的时候 祷告 能不能祷告下去 很难 对不对 那如果和好的时候 你的祷告就能够通畅了 家里的气氛就会转变了 家里面气氛转变 属灵的气氛也会转变 那 第二个在生活方面 就在言语上 神借着先知 指责伊斯列人 说你们在言语上 颠倒是非 搬弄是非 顶撞羞辱神的名 先知说 你们用言语 反锁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又说 你们在祷告上 在言语上这样 让耶和华喜悦 你们在言语上 这样 反锁耶和华 民众说 我们在何事上 反锁耶和华呢 你们是这样 说我 在言语上 反锁耶和华 哪有啊 我们在何事上呢 在第二章第十七节 来帮我翻一下 我们看一下 对不起 我没有放在上面 那第二章第十七节 下面怎么说 他说 因为你们说 凡行恶的 耶和华看为善 凡行恶的 耶和华看为善 并且这样 喜悦他们 或者说 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颠倒是非 讲以不准确的话 来形入神 耶和华说 你们用言语这样 顶撞我 在言语上 顶撞我 民众说 我用什么言语 顶撞你呢 没有啊 我不知道在家里边 有没有 你有没有给孩子 这样 类似的对话 你这个话 给父母 给爸爸妈妈这样讲 不合适 孩子觉得 有什么不合适 这样讲不可以吗 就有一点像 父亲和儿子 他们这样一个对话 我用什么的话 顶撞你呢 耶和华说 你们说 侍奉耶和华是 突然的 遵守他所吩咐的 在万君子耶和华面前 苦苦的摘戒 有什么益处呢 你会发现 这是他们在生活当中 怎样的 一个对话 家庭的 婚姻的 还有言语上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完 这个背景的时候 我要快一点了 那就是当我们 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环境 似乎是很熟悉 似乎不是是 2500年前的 马拉基那个时代 甚至是今天这个时代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当时 以色列人在信仰 生活当中的光景 所以呢 神差遣先知 到他们中间 传讲神的话 要让他们脱离 这种光景 为什么让他们 脱离这种光景 最后一句话 怎么说 免得我来怎样 咒诅什么 遍地 就是说 你不要落在 这种光景里边 你要从这种光景当中 这样要出来 一致于解难 在主的里边 使那个福分变为咒诅 要转过来 让咒诅变为福分 这是神的心意 好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就是要两代人 同行 这是天父对我们的呼吁 这也是天父对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两代同行 首先是我们要转向神 神要转向我们 其次是在家里边 我们也要两代同行 父亲和儿女 儿女和父亲 要彼此的转向 在教会当中 在属灵上 其实也要两代同行 我们说 在教会里边 教会就是神的家 在神的家里边 也应该是长幼有序 爱护年幼的 尊重年长的 在家里边 也是如此 这个两代同行 就使我们 从那个福分变为咒诅 转化为咒诅 变为福分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呢 这也是我和弟兄姐妹 分享第一点 就是当神这样呼吁我们 提醒我们的时候 不是让我们害怕 乃是让我们 除去里边的害怕 当亚当下王犯罪的时候 神就呼召 就是寻找这个亚当的时候 他说亚当你在哪里 圣经里面说 亚当回答说 他说我在园中 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为什么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变藏了 我为什么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什么叫吃身露体 就是自己的羞耻 自己就暴露在人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 有没有你想 就是不敢见的人 当你 这个人你不敢见 当你怕见他的面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什么呢 你和他之间 一定是有一点什么 就是 不想让人发现 或者不让人知道 不想面对的一些东西 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 就是那个 通缉犯 被抓到之后去采访他 他说 自从他 就是被通缉那一天起 他说 直到被抓 之后的第一天晚上 才睡了一个好觉 反正是被抓了 他说 在那之前的时候 他说 就是没有遇到过 就是说 没有睡过一天好 就是 好的睡眠 一看到穿警服的 一听到那个 那个警笛声之间 就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有错 但是 神把我们找回来 不是让我们害怕 而是要出去 我们里边的害怕 记不记得 当神找到亚当的时候 就让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亚当 用无花果树的 那个 那个 做的那个裙子 给 拿去 用皮子做衣服 给他穿 不但如此 还给他们 预备一条 这样救恩的路 使他们这样 回转 所以在 圣经里面 在 马拉基书 第二章 第二节 你看 神也借助先知 对当时的 伊斯利明怎么说 来我们一起来读 万军则亚娃说 向你们敬畏 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子出现 其光线 有医治之能 那个光线 在 何本圣经里面 也称为 翅膀 翅膀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保护 代表着同在 光线 代表着医治 所以圣经里边 摩西怎么来形容 就是 伊亚华神 他说 我如鹰 将你们 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这是神 对伊斯利人说 我像鹰一样 把你 放在我的翅膀上 带来这样 归我 大卫 面对着神的回应 怎么说 大卫说 我要投靠在 什么 你翅膀的什么 底下 你的诚实 是我这样 大小的盾牌 你会看见什么呢 这个神呼召我们 其实他不是 让我们害怕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而是 要让我们出去里边 引入 罪 所带来的惧怕 所以保罗就说 基督来 他不但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尔为一 拆回我们之间 这样 隔断的墙 而且他还在 十的加上 废掉了冤仇 使我们与基督 这样 两下归为一体 使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耶稣来 是让我们这样 与家人 与神 来和好 这个和好 就成为我们 生命当中的祝福 所以保罗 在罗马书 第八章第十五节 说 你们所受的 不是什么 农仆的心 忍旧害怕 所受的 乃是 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可以 呼叫 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 这样 我们是什么 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在 祷告的时候 在施个敬拜当中 说我们要靠近 天父的怀抱 为什么你能 敢靠近 天父的怀抱 因为你不是 惧怕他 因为你知道他爱你 就像小孩子 也是一样 有些小孩子 你过来 我让他抱一抱 他就不让 如果他的爸爸妈妈 说一伸手 他就马上跑过来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里边 有一个安全感 他知道那是 他的爸爸妈妈 他一定是 给他保护的 给他爱的 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伸手 小孩子 不敢让我们抱 因为他对你是陌生的 他不知道你是抱他 还是你是谁 是给他一些的 就是 就是 或者说是一些的 让他觉得 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他就这样 躲避你 求助来帮助我们 耶稣基督来 他对我们的呼吁和寻找 不是让我们落在 惧怕的里边 乃是要除去 我们里边的惧怕 第二个 要修正 措置的关系 父子要彼此的 转向 我们来看一下 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众祭司啊 这界面是传给你们的 万金子耶和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 也不放在心上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我就使咒诅 临到你们 使你们的福分 变为什么 咒诅 这是讲到 他们与神的关系 是不听从 不放在身上 藐视神 顶撞神 而且呢 也不归荣耀给他 因此 福分 就变为什么 咒诅 这个关系这样 说明就发生了这样 错位 错置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肉身当中 若是我们和我们的 父母的关系 发生错置 其实 也不会被祝福 你想一想 就是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种 年龄来到美国 以前没有好好学习英文 现在才知道英文重要 以前的时候 我爸说 你要好好上学 我说 为什么要好好上学 你看 张三没有上 李四没有上 他不照样挺好吗 因着这种 错置的关系 不听从父母的话 就错失了教育的一个机会 我想那时候 若要好好地去听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今天我们 再反过来 对我们的孩子讲 特别我们当中 年轻的孩子 你的父母告诉你说 你不要玩游戏 不要那么多的玩 你要好好念书 你说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呢 我不好好学习也可以呀 等到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那时候听父母的话多好啊 多有祝福啊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错置的关系 说导致的 所以呢 不听不信 顶撞 藐视 不敬畏神 福分变为咒诅 当我们从中国回转的时候 咒诅就变为什么呢 我们的祝福 因为耶和华神怎么说 他说 你们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 在路加福音讲那个浪子的故事 当那个浪子醒悟的时候 他说我父亲家里边 有那么多的口粮 我为什么要做乞丐呢 我要吃那个猪吃的豆芽 都没有人给我们 我为什么在那边受苦呢 我要回家 我要回到我父亲的怀抱 当他醒悟的时候 浪子就不再是浪子了 浪子就变成儿子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越早醒悟 我们就越蒙福 醒悟不在乎年龄 而在乎心有没有 被提醒转向神 有些人八十岁还是浪子 有些人八岁的时候 就做儿子了 求助来帮助我们 就是让我们怎样 来转向神 在伊佛所书的第六章 一到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弟兄姐妹 在这里 你要主意两个方面 第一 做儿女的 你要在主里边 听从什么 你的父母 听从你的父母是什么 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 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 就是应该的 就是当那的 你当做的 那个 神给伊斯列人 有一个 扭转局面的 一条路 就是说 你要将当那的 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什么 仓库 当那的 就是当归给神的 那这里说什么呢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边 听从你的父母 你是怎样 理所当然的 这个理所当然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祝福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 诫命 孝敬父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孝敬父母 什么叫做孝敬父母 就是尊容你的父母 听从你的父母 尊敬你的父母 而不是藐视你的父母 而不是羞辱你的父母 我想奉耶稣的名 对我们当中 年轻人来讲 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过去的时候 你的父母可能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超人 我记得小时候 就是弄个什么螺丝刀 把一个螺丝拧下来 我女儿就说 爸爸你好厉害啊 现在不行了 你拧两个螺丝刀 你也无所谓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能做的 我也能做 幸亏有老二 有时候他看到 我做这些事情 他也觉得我很厉害 但是我又心里预期了 再过几年 他觉得你这个无所谓 就说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 在小时候 你的父母可能在眼中 是这样的 随着你的年龄慢慢地增长 你的能力增强 你的知识的增加 你觉得 父母好老妥 好老妥 你啥都不知道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尤其是新移民 像我们这样的 王伟 像我们这样的刘健 我们这样的新移民 半辈子生活在中国 突然间来到一个 说英语的地方 你语言不行 孩子的接触的 孩子所学的 孩子所看的 发现你真的不懂 我想对孩子们讲 若是你要因着这个 来藐视你的父母 你会失去你父母 给你的祝福 那个祝福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属灵的祝福 在主里边 听从父母 孝敬父母 就是尊荣他 尊敬他 爱他 理解他 不是你的父母 多强 他是超人的时候 你爱他 尊敬他 你发现他现在 不是超人 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就不尊重他 不尊重他 不是 你尊重他 孝敬他 听从他 只有一个理由 他是你的父母 父母们开心吗 听到这些 很开心 难得在讲台上 给孩子们讲这些 但是呢 不能提醒孩子 我们还要提醒父母 我们看下边 第四节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什么 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警戒养育他们 什么叫做 不要惹儿女的气呢 就是不要过分地 严厉 那个保护 用不合理的偏心 来激起儿女的弄气 我们都做过儿女 做儿女的 最讨厌的 就是什么呢 你看看 咱们隔壁 林宇家的那个姐姐 读书多好 多听话 你隔壁家的那个儿子 就是那个母母格格 你看 多好啊 你看看你 孩子们 你们听到这话 你们觉得怎么样 开心 谁说的开心 这就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而是说 你要照着主的教训 在品格上 在敬虔上 在生活上 教训他们 养育他们 警戒他们 而且这样呢 要在一个 关系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此彼此的转向 就是两代同行 就是两代人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也盼望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 先转向神 然后 在父亲和孩子之间 怎样 彼此的转向 如此 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 才能成为一个 蒙府的家 最后一点 我要快快的 照着神的子嗣 父子同行 一起来经历 神 一起成为 荣耀基督的见证 好不好 我们来读一处圣经 在创世纪的第二 十二章 第二节到第八节 来 我们一起来读 你可以读中文 或者是英文 来 神说 你要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伊萨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藩基 亚伯拉罕 把藩基的财 放在他儿子的身上 自己手里 拿着火鱼刀 于是 二人同行 伊萨对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娃儿 我在这里 伊萨说 请看 火鱼财都有了 但藩基的羊羔 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娃儿 神必 自己预备 藩基的羊羔 于是 二人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父子要同行 要照着谁的指示 来同行呢 是照着谁的指示 是照着神的指示 我们做父亲的 不要像老伊丽一样 称为糊涂 照着孩子的指示 来同行 我们做父亲的 也不要跋扈 也必须 儿子 女儿 我们的下一代 照着我们的 喜好来同行 我们儿是怎样 放下这些 照着神的指示 而同行 当亚伯拉罕 照着 带着伊萨 往摩利亚山上 去献祭的时候 我们知道 最后的事后 神就用被 用一个羊羔 来代替伊萨 成为藩基 弟兄姐妹 这里边让我们 学一件事情 第一个 神透过 摩利亚山 让亚伯拉罕 在信心当中 去献伊萨 要让亚伯拉罕 知道 伊萨 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 是属神的 Amen 今天我们的儿女 是属神的 你是在替神 来养育儿女 他的所属 他的权柄 是在于神 不是你 多少时候 你把儿女 成为你的私有财产的时候 你就会挟制 你就会照着 你的梦想 让孩子来去成全 小的时候 没有机会弹钢琴 你就拼命地 逼着你的孩子 学钢琴 你小的时候 不会那个 就是 没有达到的梦想 你就拼命地 让你的孩子 达到这个梦想 你想 孩子就会抗拒 亚伯拉罕 是照着神的指示 带罗伊萨 这样的 来去 到山上去 让亚伯拉罕知道 这个儿子 是属我的 第二个 非常关键 就是神要透过这些事情 让伊萨知道 让伊萨知道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在烟花的山上 必有什么 预备 他是亚伯拉罕的神 他就问 父亲啊 财有了 火有了 刀有了 羊羔在哪里 他不知道羊羔就是他 当他 就是 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 对于伊萨来讲的话 他终生都不能忘记这件事情 神用羔羊代替我的生命 神用他儿子的生命 代替亚伯拉罕儿子的生命 当他生命当中经历 亚伯拉罕的神 是伊赫华伊勒的神 在他人生的路上 弟兄姐妹 就会成为他的祝福 今天我们带我们的孩子 做很多的事情 孩子 只要有任何的喜好 文体方面的 音乐方面的 就是那个外交活动 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花钱是不眨眼的 时间是不付 不计代价的 但是在鼠灵上 你有没有带你的孩子 让他去经历神 若是他经历神 他要能够像伊萨一样 经历 万君之耶和华 我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是耶和华伊勒的神 弟兄姐妹 他一生都会走在 这个应许的里边 他一生遇到挫折 需要的时候 他都会想到 我的神 我父亲的神 是一耀花一乐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父子同行 不是满足儿子的喜好 也不是满足父亲的喜好 而是让我们的孩子 和我们一起这样 来经历神 你会看到 亚伯拉罕带伊萨 这样经历神 伊萨其实也带雅各 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 你如果读圣经 你常常会发现 有这么一句话 说亚伯拉罕伊萨 雅各的神 若是伊萨没有经过 莫里亚山 万君之耶和华 只是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的神 当他经历这些的时候 他父亲的神 就成为他的神 当雅各在亚伯渡口 去经历神的时候 他父亲的神 就变成什么 他的神 今天我们也要求主 给我们恩典 也让我们的神 成为我们孩子的神 这个是成为一个 累代的祝福 以至于伊斯列人 在后代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亚伯拉罕伊萨 雅各的神 我们列祖的神 这叫两代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但如此 在圣经当中 但凡遇到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好多都是两代同行 比如说摩西和约书亚 当摩西到 那个 那个 那个叫 西乃山上的时候 约书亚就跟罗他 众人看到的是云彩 是那种恐惧 或说 这个摩西 可能死了 在下边就开着怎样呢 造金牛犊 就拜偶像 约书亚在哪里 约书亚就在山的 山根上 就在扮山药 他看见的是神的荣耀 他虽然没有像摩西一样 在山顶与神面对面 但是他看见了 摩西是在神的荣耀里边 是与神同在的 所以你会发现 约书亚不和众人一样 就跟着去拜金牛犊 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了 别人所没有看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随摩西 摩西带他上西乃山 摩西在会幕当中 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 圣经说 他们好像朋友一样 约书亚就在会幕当中 这就是什么了 摩西带他去经历神 以至于摩西 死后 约书亚能够担起这个重任 神依然对约书亚说话 使他能够带伊斯利人 能够进入到迦南地 最近我们在查考圣经 撒玛尔记 其实也是两代同行 两代来一起 来成就 建殿的圣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新约当中 包括保罗与提摩泰 提多 马可 在旧于圣经当中 伊利亚和伊丽莎 当伊利亚 做先知的时候 伊丽莎就跟着他 别人 就是在跟着伊丽亚的时候 伊丽亚往这边去 别人跟着就不跟了 有人跟一半 伊丽亚换另外一个地方 众人就放弃了 唯有伊丽莎说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往哪里去 我就往哪里去 他就抓住伊丽亚 紧紧跟着伊丽亚 伊丽亚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我要感动你的灵 双倍地感动我 这个求得比所罗门求得好 对不对 所罗门这是治理的那个智慧 当伊丽亚被写升天的时候 伊丽莎怎么说 怎么祷告 他说我父啊 我父啊 伊丽莎的什么 战车和马匹 那时候伊丽亚被接升天了 他在他的眼中看伊丽亚 就是伊丽亚的得胜 战车和马匹 你知道吗 当伊丽莎做先知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他病得快死了 伊丽亚的王约阿斯来看他 就哭着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伊丽莎的战车和马兵 这是一个握在病床上 一个快要死的一个老人 在人来看来是那种 是那种奄奄一息 是没有力气的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 伊丽莎的战车和马兵呢 亚兰人在围攻伊丽莎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靠这个人 怎么得胜呢 不可能呢 应该去找那个勇士 英雄强壮的青少年 但是 约阿斯知道 伊丽莎 是有鼠能的权柄的 所以他对伊丽莎说 他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你是伊丽莎的战车和马兵 伊丽莎 他就让 就是 约阿斯 说你拿弓箭来 他就把窗户打开 他说你要射箭 当射箭的时候 那个伊丽莎 就把手搭在 那个约阿斯的什么 手上 就按着我们今天话的 就是为他按手祷告 他说射箭嘛 这是要花什么 得胜的箭 后来又告诉他说 他说你要拿箭要打地 结果约阿斯 那就拿箭 就打了几次 打了三次 打了三次的时候 那个伊丽莎就很生气 说你为什么只打三次 因为你打三次 只能够怎样 得胜三次 你看 这个约阿斯 这个孩子 就是不听话 你多打几次 他就打三次 那 让我们看到这些 就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到 得胜疏忽耶和华 但只取得胜的秘诀 乃在先知 内师当中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也奉耶稣那边 特别对我们当中的 年轻人讲 你生命当中的 祝福和得胜 来源于你父母 在后面的祷告 为你的祝福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以为 这都是我农历得来的 但是你没有看见 你父母在 内师当中 在后面的 爱 带导 当然物质的祝福 就不用再说了 所以 在这里也提醒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的祷告 会成为我们 儿女的祝福 我们的祷告 会成为我们 儿女的得胜 所以让我们看见 无论是大卫 与所罗门 无论是保罗 与提摩代 提多 马可 其实这些都是 两代人当中 爱的见证 那今天 再回到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的青少年 我们当中的儿童 其实他也是 你和我的属灵的孩子 你今天在爱里边 为他们祷告 祝福 用神的话养育他们 也在成为他们的祝福 所以呢 我今天也奉耶稣的名 也像对孩子们讲 父母带你到教会来 主学老师 像可君阿姨 还有唐叔叔 鼓励你们 要求你们 多读一点圣经 你们觉得 为什么要我们 多读一点圣经呢 为什么不让我们 多玩一类游戏呢 其实目的都是 让你能够 在基督的里边 属能的身量 能够强壮 将来你走出 这个家的时候 进入社会 进入职场 进入学校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力量 胜过这个世界 所给你带来的诱惑 和网络和陷阱 神的话 藏在你的心中 就会成为你的祝福 和保护 当你离开家的时候 你父母的话 你可能全都忘记 当神的话 在你的里边的时候 神的话 就成为你的提醒 就会成为你的力量 就会成为你的祝福 因为神的话 就是神的灵 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 我也盼望我们当中的 做父母的 我们当中的年长的 我们要在爱里边 不单是养育 我们肉身的孩子 使他能够在基督里边 那个健康 茁壮的成长 我们也要在爱里边 也多为我们 教会当中 这些孩子们的祷告 因为他也是我们 属灵的孩子 求主来 帮助我们 真的是让我们 能够在爱里边 一起来跟主往前走 经历主 让主定恨的时候 带我们 带我们全家 带我们众人 带我们教会 能够两代同行 两代同行侍奉 两代去经历 万君子耶和华 是我的神 是我们的神 Amen 我们来 请起立我们来 唱一首诗歌